這裏是現在講Going to Canada的Youtube頻道 我是Abraham Wong 我是加拿大的專業持牌移民顧問 亦都是加拿大空領地產公司的持牌地產經紀 我今天會和大家講一下 原來你作為一個移民 你最好買樓的買甚麼呢 上一集我曾說過 如果你有一個工作 permit 你可以買一個樓花 pre-sale 在加拿大來說其實 pre-sale 都有很多種 為甚麼會有很多種呢 我們很多時候看到現在的 一些叫做 Apartment Apartment 就像香港那些多層式大廈 你亦可以買一些 pre-sale Such as 是一些單凍的detached homes 單凍屋或者叫做town homes 那些通常由它發展到它真的 因為建造的可能是18至24個月 是可以很快很快的 這些屋在哪裏也會見到呢 在溫哥華的外圍 例如在Surry 或者是一些town的new Westminster 或者是Ontario的話 可能是在倫敦市 在Brampton也會見到 有這些發展項目的 這些價錢亦有些不同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你說我來到加拿大 我真的想買的 那你想買這些居住空間的 我覺得都可以值得去考慮一下 通常你買這些樓花 現在你要注意些什麼 第一件事 注意它那個年期 注意它那個什麼時候 真的要幫你完成一個項目的 例如今年是2021年 如果這個項目是2024 它是能夠蓋成的 那你都可以很放心去買 甚至有些朋友說 我會不會去隔山買牛呢 這個都可以考慮 但是你便要小心點 如果你真的有一個風險 就說你其實會蓋在哪裏 或者蓋完的樣子是怎樣的 那我會建議大家 就算如果你真的買這些 這樣的樓花的時候 真的要看清看錯 真的要看清看錯 那另外就要看一下 究竟它會有什麼裝修 它會告訴你 其實它裏面有些東西是清水樓 其實它只包了一些很基本的東西 包括很基本的裝修 那基本上在加拿大買樓花 就一定會有一些很標準的配套 例如它廚房裏面的雪櫃 焗爐 這個洗碗機 它還有一個抽油煙機 這個是很基本的 乾衣機 洗衣機 這六樣東西 它一定不會有的 那還有你看清楚它那個合約裏面 包不包車位 因為現在在大城市裏面 有時候某一些發展項目 它就說你是要買到哪一個尺數 或者哪一個積以上的單位 它才會包車位給你 如果有很多時候 如果你是一個開放式單位 例如我們叫Studio Apartment 其實很多的Development 都不會包車位的 那大家真的要切記留意 要看清楚裏面的細節 我們經常都說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魔鬼藏在細節裏面 那大家切記切記留意 另外你都要去想一想 你自己買這個樓花的時候 你會怎樣去問銀行 去做一個按揭 如果你說你真的需要去安排一個按揭 去借貸的話 其實你都要盡快去問銀行 到最後一集 成交了 成交了 你銀行借不借到錢 那我會有多一集 就去講一下 其實是怎樣 是幫大家去借錢的 去借這個按揭 如果你是作為香港人 怎樣可以用香港人 用香港的收入去借錢的 那記住 大家去subscribe 我們這個現在講 Gointocanada.ca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subscribe的按鈴 那你就會看到我 即是有新影片 在上載的時候 你就會留意得到 如果還有其他問題 可以在下面這裡 可以寫一個留言 我會親自解答 如果還有更多問題 你想親自再問我 我問得深入一點 你可以發一個電郵 info at goingtocanada.ca info at goingtocanada.ca 可以寫一個 我可以親自解答你的問題 好 那下一次 回來我再跟大家 再分享其他 歸移民和地產的資訊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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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